17世纪,瑞士数学家约翰·伯努尼向地球上所有数学家提出一个挑战性的数学问题,那么这问题是就的,有两个不同高度的点,A点在B点上方,并且A不在B的正上方,有一小球要从A点滚落到B点,不计一切速力,仅受重力作用,问,哪种滚落路经号时最短? 这就是最速区性问题,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从A到B的直线路径,因为两点间直线是最短吗? 本人事实却不是这样,当时,欧洲的数学家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去求解答依旧没有收获,只有伯努力兄弟本人知道答案,后来在英国的牛顿听医朋友说,作为物理学家,数学家消息速度有些落后啊,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 于是当天忙来造地产的工作,晚上回家,想了一夜,第二天答案就解出来了,可见当时牛顿虽然在做厂长,但是数学能力依旧强悍,然后下面就提供一个粗糙简陋的数学过程,有兴趣的读者可看一下。 以我们以下落的位移方向间隔直角坐标系,向右是X正轴,向下是Y正轴,A点与原点重合,而在整个过程中,能量守恒,是能化为动能,那么顺时速度一得,三对于小球的路径,是为二。 那么每段几段的路径就为打栏,容易知道,打栏可以分为DX和DY两段分了一,的,死交时间基本后,得到,物对上面的半寒式,进行一系列解算,就能将轨迹方程得出。 如下,发现这个号时最短的轨迹,正是白线的一部分,而白线就是下面图片里的红色轨迹,这个最速曲线还有一个称呼,等时曲线。 这一点就很牛了,以为着,意思咱们把小球放在曲线的任意一点上,它最终到达B点的时间都是一样的,将数学用于物理研究,天生一对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